台湾的中央气象局 对岸的中国气象局 以及邻近的韩国气象局 日本气象厅等单位 甚至全球都有部署气象单位的美国海军 都不约而同的对18号行程的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 有着一致偏往西北走的入境预测 前两天行程 然后目前已经降为热带性地气压的台风 就是由马来西亚所命名的 那下一颗目前在烟花台风的东边 还有一个低压正在增强 那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下一个台风 那它的名字可能就会用尼伯特来命名 然而中央气象局金门气象站的主要工作 并不是在预测台风 而是收集金门地区的气象资讯 给中央气象局做全国的气象分析 这边测到数据为主 对 那各个地方的一些数据 各个气象案的数据都是传回到 我们气象局的一个超级电脑 他们会去总和各种资料 唐朝李白曾经写过 故人西池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 那么现在为何有烟花台风这么诗情画意的名字呢 台风的命名大概有分成两个时期 在2000年以前呢 是由美军联合气象警报中心 他们来做统一个命名 那到了2000年之后呢 世界气象组织 它整合了 有参加在我们西北太平洋地区 有参加世界气象组织的总共14个国家 那每个国家各提供10个名字 那组成了一个140个名字的列表 那我们就用这个列表的顺序 来命名每一个形成的台风 那比如说像这次的台风 烟花台风就是由澳门所命名的 原来是澳门为了宣传自己举办的澳门国际烟花比赛 因此提供烟花台风这个名字 而他们所谓的烟花就是我们熟知的烟火 跟李白诗句中的烟花也毫无相关 最后言归正传 尽管烟花台风正逐渐向西北方向偏离 乡亲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